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天高海阔讲新闻还是分享一些听众提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跟目前的时政跟新闻都有关系 那么Daniel感谢你在电话中留言 那么Daniel的留言当中讲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他认为现在民主党是不是想扼杀川普主义 扼杀川普的影响 我想这点肯定是的 那么在民主党的扼杀之下 川普主义会不会在美国消失呢 我想这是Daniel提的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Daniel有点担忧 担忧说川普在卸任之后会不会受到政治清算 那么如果是政治清算川普受到刑事起诉的话 这个前总统被起诉的潘多拉的磨合一打开的话 那么美国政治会不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那么在我呢就是Daniel问川普会不会赦免自己呢 他会不会用辞职的方式让这个彭斯代理总统 然后赦免自己呢 Daniel自己也觉得他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今天就就这几个问题啊 来看看我们怎么来看 以及现在的发生的新闻 怎么样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 好我想我先从后面的问题先回答这个Daniel的问题 就是第一川普会不会被清算 其实我觉得川普被清算的可能性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角度呢就是川普卸任之后啊 民主党也好 左派媒体也好 肯定会继续迫害川普 在昨天FORCE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卡尔森 有一篇评论文章 我想这篇文章讲得很好 他里面讲到了一条 他说民主党也好 大企业也好 他们啊今后一定会继续对川普迫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 在卡尔森看来啊 民主党跟这些大企业 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他们只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川普 那么所以为了让他们继续勾连在一起 所以川普这个敌人不能消失 那么所以我相信啊 川普卸任之后 民主党也好 这些华盛顿官僚体系的某些成员也好 或者是这些大企业财团也好 他们肯定会对川普继续迫害 那么他们可以怎么样迫害川普呢 我们看现在国会民主党人啊 正在展开对川普的弹劾 这个弹劾在众议院已经过关了 那么在参议院会怎么样呢 我个人认为啊 民主党想这是通过川普的弹劾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说可能性不大呢 首先我们看在国会众议院 通过这个弹劾的时候啊 有十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投了赞成票 那么可能有人觉得 这么多的共和党的众议员投了赞成票 是不是说明共和党已经分裂了 其实我们必须客观的说啊 十位共和党的众议员投了赞成票 他只占国会众议院里面 共和党众议员的人数的非常少了一部分 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 有两百多位众议员 那么如果有十人倒戈的话 冲击量也就是占共和党众议员总人数的不到5% 那么当中带头的是共和党在众议院里面的党团会议主席 切尼 切尼是什么人呢 大家还记得小布希政府年代 除了小布希被嘲笑是美国最笨的总统之外 他还有个更笨蛋的副总统 也叫切尼 就是这位现在投票支持弹劾川普参议员切尼的父亲 当初那个笨蛋副总统在打猎的时候 猎物没打到 反而把自己的同伴打伤了 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场关注和讨论 那么这位切尼就是当初那位笨蛋副总统的女儿 其实我们知道切尼作为小布希的副总统 她女儿的政治态度我想大家也可以猜得出来 因为小布希本身就是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共和党内的建制派本来就跟川普是两路人 包括现在国会参议院的主席麦康纳尔 其实也是属于共和党的建制派 所以为什么在1月6号发生了冲击国会事件之后 麦康纳尔的太太 华裔的交通部部长赵小兰马上辞职呢 这也是共和党内建制派表达对川普不满的态度 十位共和党的众议员在弹劾川普的表决东 筹了赞成票马上就引起了党内其他众议员的强烈抗议 现在在国会众议院呢 已经有50位共和党人联名要这个窃尼下台 所以我们从10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赞成 以及他们投票赞成完之后 引起了党内同僚的强烈抗议 就可以看到现在共和党内啊 其实反对川普的就是原来那几个建制派的国会议员 大多数的共和党人依然像过去一样支持川普 那么这种现象是不是说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们 其实他们的政治理念或者他们的行事作风都跟川普一样 川普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赞成呢 其实啊这并不一定 不是每个人都完全同意川普的政治理念的 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不支持对川普的弹劾呢 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次总统大选当中 有7400万选民把票投给了川普 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敢忽略这7400万选民 说句老实话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啊 可能只需要得到这7400万选民1%的支持 他们就可以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了 我们知道国会众议员的选举是分选区的 有些选区如果你能获得几十万票的话 你肯定能够当选为国会众议员 所以这些人现在反对对川普的弹劾 其实就是他们看中川普背后的支持者 看中了7400万选票 而像切尼这样的国会议员呢 他们虽然是共和党人 但是他们所在的选区啊 可能更多的是共和党的温和派 或者是民主党的温和派重叠的一个地区 所以他们要在这个时候 同样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来获得选民的支持 那么如果在国会众议院对川普的弹劾案表决是这样的话 那么到国会参议院呢 我们知道国会众议院通过这个表决案 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了 但是到了参议院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参议员同意 才能形成对川普的弹劾 那么换句话来说 民主党要在国会参议院要争取到十几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他们才能够成功的弹劾川普 那么现在纽约时报报道说 说这个麦康纳尔很希望川普被弹劾 麦康纳尔说如果川普被弹劾 这样可以更有利于把他赶出共和党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而已 他没有引用任何麦康纳尔本人 或者是麦康纳尔的发言人的说话 那么纽约时报这个报道是为什么呢 无非想在公众面前在他的受众面前制造这样一种舆论 现在共和党内已经对川普深恶痛绝了 连麦康纳尔这样的党内大佬都愿意把川普赶出共和党 其实我之前讲过了 民主党也好 自由派媒体也好 这些大财团也好 现在目前最希望的 除了川普已经被他们赶下台之外 就是希望共和党分裂 纽约时报照这样的谣言 无非就是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 共和党已经分裂了 那么麦康纳尔真实的态度是什么呢 首先麦康纳尔目前没有对在这个弹劾当中 要如何表决 表达任何态度 但是我们看麦康纳尔已经拒绝了民主党要召开紧急会议 来讨论这个弹劾问题 就知道麦康纳尔对弹劾川普 不要说反对跟支持 最起码态度是不积极的 如果麦康纳尔对弹劾川普态度是不积极的 民主党有可能在国会参议院里面 能够动员到十几位共和党人倒戈吗 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些共和党人在倒戈之前 他都要看看川普背后占着7400万美国的选民 那么在下次选举当中 他们如果得不到这些选民的支持 他们还能够成为国会参议员吗 我想这是任何一个共和党政治人物都不能忽略的问题 所以我基本上我认为 如果要通过对川普的弹劾的话 第一可能性不大 第二也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1月20号之后 川普已经是一个前总统了 从宪法的角度 能不能弹劾一个前总统 这本身就还有疑问 因为宪法只规定了可以弹劾现任总统 总统卸任之后能不能弹劾 宪法里面没有明确说 光是这一点 我想在国会参议院 下次在审议对川普弹劾的时候 这个辩论就可以七天七夜 那么还有很多川普到底有没有煽动 川普的所谓的煽动的罪证 确不确实等等 这些辩论都会令到对川普的弹劾难以过关 那么如果对川普的弹劾失败的话 民主党人当然还有一手 因为川普卸任之后 他再也不是总统了 他可以被刑事起诉 那么川普卸任之后 有没可能对他刑事起诉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 川普会不会被第二次弹劾 川普卸任之后 会不会被刑事起诉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了 如果要弹劾川普 要在参议院里面 获得十几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恐怕民主党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毕竟这些参议员都要考虑 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 把票投给川普的七千多万美国选民 怎么看待这个弹劾 如果这些参议员在弹劾当中 投了赞成票 他们下次选举 失去了共和党的选民支持 他们还能够成为参议员吗 所以基于这点考虑 我认为第二次对川普的弹劾 跟第一次一样 同样会在参议院被拦下来 哪怕现在民主党已经掌握了参议院 但是如果要得到十几位 共和党参议员的倒戈 这一点不容易做到 那么如果川普卸任之后 会不会被刑事起诉呢 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个担心 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弹劾难以过关的话 对川普的刑事起诉 恐怕就更加难 首先第一点 起诉川普首先要有个罪名 这些罪名必须要附带相关的证据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 民主党在媒体上 对川普有很多攻击 比如说川普的私生活 比如说川普的税务问题 过去对川普的攻击 能够让川普被刑事起诉的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无非就这两点 一个是私生活的问题 包括了川普的集团 在基因当中 有没有收受外国的利益 川普当总统之后 有没有向自己的商业集团 提供商业利益 那么这是属于一部分 再一部分就是川普的税务问题 川普的税务问题 之前修杰在节目里面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其实如果说川普的税务 有问题的话 我想第一个负责的 应该是纽约地区的 国税局跟地方税局 这些国税局跟地方税局 如果知道川普的税表有问题 他们早就把川普的税表端出来了 不会等到现在 那么所以要起诉川普的话 首先川普的什么罪名 第二这些罪名要什么证据 如果民主党有这些确凿的证据 他们根本就不用等到 川普卸任之后去起诉他 在川普任内就可以弹劾他了 比如说在川普的税务问题上 如果川普真是如民主党 或者是左派媒体所说的 长达多少年的时间都没有缴税 有大量的偷税漏税的罪证 我们知道在美国偷税漏税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 那么光凭这一点 民主党就可以在国会展开 对川普的弹劾 比如说他们拿到了川普的税表 确凿的证据证明川普 在他过去的商业活动当中 根本就没有按法律交税 那么这弹劾川普难道还需要商量吗 所以如果要刑事起诉川普的话 除了税务问题还有什么呢 我想无非就是什么 川普什么时候在哪个示意间 对某一个女性骚扰 在飞机上什么把手放在旁边女性的大腿 问题是同样这些有关刑事起诉的罪名 如果有证据的话 也早就弹劾川普了 所以民主党要起诉川普的话 首先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以什么罪名起诉川普 有什么证据 再有一个呢 如果真是起诉的话 定罪更加难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司法体系当中 如果对某个人刑事起诉的话 那么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要组建大陪审团 大陪审团的组建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去法庭当过陪审团成员的话 你会知道 在选陪审团过程当中 是需要检察官跟被告的律师一起来选的 所以当相对公正的陪审团产生之后 民主党或者是检察官 如何说服陪审团 相信川普真实犯有刑事罪呢 我想这就不是民主党 或者那位检察官说了算的了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证据 起诉了川普 而川普又不能被定罪的话 那将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我想支持川普的民主会更加愤怒 美国的社会暴力事件会更加多 民主党敢打开这个潘多拉的摸盒吗 如果打开了这个摸盒的话 民主党敢保证他们永远在美国执政吗 如果下次换到共和党执政的时候 共和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民主党不是同样会受到伤害吗 之前修杰讲过 其实从林肯总统开始 共和党曾经长达24年在美国执政 24年当中都是共和党人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那样的情况下 今天美国不是依然是两党政治吗 所以拜登上台了 在这次大选当中 我们看到民主党好像使用了很多特殊的手段 获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 难道民主党就可以永久执政吗 休解我个人是坚决不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那么所以民主党自己也要考虑一下 如果他们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磨盒 未来这个双刃剑会不会伤害到他们自己 所以基于以上的因素 我觉得在川普卸任之后 对川普进行刑事起诉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在舆论上 民主党依然会继续攻击川普 之前我们也讲了 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所以川普卸任之后 哪怕没有对他进行刑事起诉 哪怕对他弹劾没有过关 我想左派媒体民主党人依然会对川普攻击 拿什么攻击川普呢 我想最好的理由就是我们这位昏庸的总统拜登上台之后 拜登的经济政策肯定会出现很多错误 我也觉得拜登的全球一体化的政策再推行的话 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害 那么在我就是现在美国的股市这么高 完全是靠印美超给拖上去的 那么如果这个股市的上升的链条一旦断链的话 肯定在美国会出现一次大的股灾 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想民主党跟左派媒体一定会把责任全部推到川普的身上 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拜登上台施政表面上看起来 面对很多挑战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就是民主党自由派媒体会帮他把所有的锅都甩给川普 拜登以后无论犯什么错误 责任肯定都在川普身上 那么包括之前大家讨论过的 川普会不会在卸任之前辞职 然后让这个彭斯短暂的代理总统 代理总统之后呢 就把川普的家人 把川普本人全部赦免 我想丹尼说对 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无论是川普也好 彭斯也好 还是共和党的高层也好 他们十分清楚川普有没有涉及刑事犯罪 那么所以现在这些媒体啊 讲出这些所谓的预测 什么川普会辞职 让彭斯来赦免他 无非就是让公众相信 川普自己知道身上犯有很多刑事罪行 他也知道他卸任之后难逃法律的惩处 那么所以呢 他要提前赦免自己 其实如果川普真是犯有罪行的话 彭斯能不能赦免他 本身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一个宪法的疑问 所以啊 这些媒体这样说 无非就想告诉公众 川普是一个罪人 我想这是他们唯一想达到的目的 我想啊 其实民主党人也知道 如果在起诉川普这个事情上 做的太过了 美国的保守选民当中的激进派啊 可能真的就会发生大规模的 这个武力反抗 现在我们看 拜登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啊 已经让联邦政府 让美国军队这么紧张了 如果在川普下台之后 当美国选民对2020总统大选的怨气 还没有消失的时候 马上对川普采取这个政治清算 对川普提出这个刑事起诉的话 一定会激化这些选民 跟这个拜登政府的矛盾 那么如果美国真是在50个州 都普遍出现了武装反抗 都出现了大型的暴力事件的话 难道这对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难道这对美国的大财团的利益 会相符合的吗 如果这些广泛的暴力事件 会影响到大财团的利益 会影响到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利益 他们会允许民主党这么做吗 之前啊 修杰就讲过我现在看明白了 为什么最终要推出一个 昏庸无能的拜登来当美国总统 这个总统啊 最大的优点就是容易被操控 过去啊 华盛顿的官僚体系被川普搞怕了 川普的不妥协 不但是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令到他们很多想做的事情啊 都做不成 令到他们很多不想做的事情 被迫要做 所以现在选一个昏庸无能的拜登 并且这么多把柄 在联邦司法体系的这些官僚手上掌握着 拜登今后一定是个听话的总统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 川普主义不容易消失的原因 因为这是在背后支持 民主党的这个华盛顿官僚体系 还有这些大财团啊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立场 他们的利益啊 跟民主党并不是一致的 这些大财团也好 华盛顿官僚体系也好 他们未来也会制约拜登政府 他们过去怎么样制约 川普政府的 他们也会把这种能力啊 用在拜登身上 而这种对拜登政府的制约啊 同样会令到川普主义不容易消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休息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两则新闻 来看看在川普下台之后 为什么川普主义依然会在美国继续下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讨论了几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川普会不会被弹劾成功 第二个话题就是川普会不会在西人州被刑事起诉 那么第三个话题啊 川普主义在民主党的扼杀之下 会不会在美国政坛消失 那么休息一下我的观点啊 川普主义在很大程度上 今后在美国政坛上 依然会持续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上一节讲了个观点啊 民主党也好 大财团也好 华盛顿官僚体系也好 这次是他们合力推翻了川普 但是这些人的利益啊 并不一致的 比如说民主党希望在川普卸任之后 继续用形式起诉来追杀川普 民主党这样做法 无非就是想让川普的影响力啊 最大限度的被消除 这样民主党在下次大选当中 在下下次大选当中 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势力的抵抗啊 可能就没有这么强大了 但是民主党这样做啊 一定会引起美国选民的反弹 毕竟在这次选举当中 7400万选民支持川普 这种反弹啊 很可能在民主党的这个过分的迫害之下 会变成一种暴力行为 如果全美国发生了普遍的暴力行为 难道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难道华尔街的大财团 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吗 我想啊 这跟他们的利益是不相符的 除了这一点之外啊 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 其实华盛顿的大财团 以及华盛顿的官僚体系啊 也有他们跟民主党不一样的做法 我们来看两则新闻 来看看其实华尔街跟这个民主党 跟华盛顿官僚体系之间呢 已经产生了隔阂 产生了矛盾 第一则新闻啊 就是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啊 居然大战川普的经济政策 大家觉得奇怪吧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CNN这些媒体啊 一向就是以反川普为己任 川普所做的一切 在他们眼里面都是错的 那么纽约时报这篇评论说了什么呢 这篇评论啊 是由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 艾文所写的 艾文在这个评论文章里边呢 他开宗明义的说到 他说啊 川普众有万般不是 至少他有一件事情是判断准确的 这个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美国的利率政策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前年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 川普多次批评 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这个利率政策 当时我们在节目里边呢 也有讲过这个话题 修杰当时就觉得啊 川普应该信任这些专家 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啊 指手画脚 这打破了过去美国总统 不干预联邦储备局 利息政策的一个惯例 但是现在纽约时报 这位评论员艾文 他却反对我的意见 他说啊 川普这一点是对的 而联邦储备局的主席鲍威尔是错的 而鲍威尔这个错误啊 是延续了再前一任主席 耶伦的错误 耶伦是谁啊 耶伦不但是联邦储备局的前主席啊 他是美国的后任财政部的部长啊 纽约时报居然公开批评 拜登内阁当中一个 还没有上任的一个重要官员 这就令大家奇怪了吧 我们看这篇文章里面 为什么说是川普对的 他说啊 在这个新冠肺炎 没有袭击美国之前 美国的失业率低于4% 就是大概三点几 通货膨胀也仍然很低 工资很稳定的在上升 尤其是中低收入者 大家要注意这个词 中低收入者 在考虑了通胀的因素之后啊 美国家庭所得中位数 2016年到2019年增加了9% 我们看这个经济数据啊 就说明当时川普的经济政策 是正确的 令到美国的普通民众 确实在川普的改革当中 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而这句话 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里面 说出来真是天大的怪事 艾文还说啊 他说即使川普 大幅减税利率 也没有像一些经济专家 警告那样不断的上升 美国国会预算出啊 在2018年的时候 曾经预测到2019年 美国十年期的国债 将会利率上升到3.5% 这是明显通货膨胀的表示 但是实际上 美国联邦储备局 所发行的公债利率是多少呢 仅有2.1% 所以艾文认为 川普的经济政策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违反了经济规律 违反了一些专家的看法 但是其实川普是对的 华伦跟这个鲍威尔是错的 讲到这个经济专家 我又想起了美国那位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所谓经济学专家 格鲁曼 格鲁曼在川普执政的时候 发表了无数的 川普经济政策的评论 格鲁曼对川普的经济政策 只有一个腔调 就是批评 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 会造成美国经济衰退 造成美国经济崩溃 当然我们也知道 格鲁曼的预言 没有一次是准的 所以对于这个诺贝尔奖 过去修杰是非常景仰的 但是自从奥巴马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格鲁曼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 我对诺贝尔奖 很抱歉 我只有一个字评价他 就是呸 那么纽约时报这篇评论文章 还在文章里面 大声呼吁 拜登政府要延续川普的政策 大家看 川普主义 是不是将在拜登的政府里边 将会延续下去 那么可能你会问 拜登真是会这样吗 这篇文章话音刚落 就是在昨天14号 拜登马上发表了 他今后的这个纾困方案 拜登说 他准备推出两兆美元的刺激计划 这个两兆美元的刺激计划 就完全不去考虑 这个刺激计划推出来之后 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因为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已经告诉拜登政府了 你大胆的刺激经济吧 不会有所谓的通货膨胀 因为川普已经证明给你看了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真是看懂了 美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吗 拜登推出的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方案 真的不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吗 首先我对这一点是有怀疑的 只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方案 肯定会对华尔街股市的上升 有一个正面推动的作用 我们现在看华尔街的股票指数 不断的上升 以美国现在在疫情之下 它的基本经济面 能够支撑这么高的股票指数吗 我是个人很怀疑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继续推出所谓的刺激经济的方案 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为了华尔街的股市 在不断的上升 当然是为了华尔街这些大财团的利益 我们看拜登不就是为了这些大财团的利益 被迫的要让川普主义 在他的经济政策体系当中继续推行吗 我们刚讲的爱文那篇评论文章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川普的经济政策令到美国的失业率不断的下滑 而民众的收入不断的上升 已经证明川普政策是对的了 但是拜登推出这样的经济政策 除了可以满足华尔街大财团的利益之外 它还能够令到我们普通的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吗 我对这一点是否定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纽约时报这个评论员爱文 他的文章里面只讲到川普政策的一点 甚至连一面都没有 这一点就是什么呢 不在乎利率政策 川普多次呼吁联邦储备局要把利率减到零来刺激经济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这并不是川普经济政策的全部 川普的经济政策 除了他呼吁要把利率减到零之外 优先的政策 让制造业回到美国 增加美国人的就业率 这才是川普一个完整的经济政策 这才是川普的一个完整的经济链 那么如果只强调把利率降到零 只强调不要怕通货膨胀 但是拜登的全球一体化政策 令到美国的制造业外流 或者令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步伐停了下来 那么美国哪里来的就业率呢 如果美国的这个失业不断上升的话 那么有这个零利率的政策 又能够如何刺激美国经济呢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会不会出现经济的恶性循环 导致美国恶性的通货膨胀呢 这一点我个人是有怀疑的 虽然我并不是什么经济学的专家 但是在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观点上 我跟那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克鲁曼博士 总是有不同的观点 而每一次都证明我是对的 他是错的 除了这个纽约时报这篇评论文章 再加上拜登声称的 要推出这个四季经济计划之外 我们从另外一个新闻也看到 拜登今后上台之后 他要彻底改变川普主义 他肯定做不到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讲了 纽约时报一篇评论的文章 告诉我们说 其实华尔街的利益集团 现在已经在喊话拜登 川普某些经济政策是对的 为了保障我们的利益 你必须继续川普主义 所以这次拜登上台之后 我说他最容易被操控这个特性 是使到这次多方力量 要推他当总统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再来看 华盛顿官僚体系 会怎么样来让拜登继续川普主义呢 最近澳洲广播公司 获得了一份解密的文件 这份解密文件 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份文件 简单的说 美国把保卫台湾 看成是美国战略当中的必须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一点 这一点可以说 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 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们先说这份文件的曝光 开始我以为是澳洲广播公司 通过某种特殊手段 拿到了这份文件 因为这是一份非常机密的文件 但是原来这份文件 是美国故意把它解密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机密文件 都有一个保密期 而这份文件提前了30年解密 那么为什么这份文件 会提前30年解密呢 我们先说这份文件 是怎么制定的 这个所谓关于美国印太战略的文件 是在川普任内制定的 是经过川普同意之后 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政策 但是我们知道川普虽然批准了 这个美国的战略政策 这并不代表是川普个人 靠自己的意志 所制定的这个政策 制定这个政策 是美国整个官僚系统合作 所制定的 我想这里边包含了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务院 还有CIA FBI 等等这些美国联邦部门 他们在共同的这个合力之下 才制定了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的文件 而川普只不过是可能是发表了 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而最终他同意如此而已 那么所以这份文件是代表了 美国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利益 那么这份文件的关键点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解密呢 我们知道现在美中双方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冲突点 就是两岸 而拜登上台之后 大家都预期 以拜登过去的所作所为 以拜登团队里边 很多重要阁源跟中国的关系 拜登肯定会试图修复 被川普破坏的美中关系 那么这一点 我想大家对未来拜登的外交政策 都是有共识的 但是拜登想要修复美中关系 他必须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美中两国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我们知道现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延长了他的任期 所以在他的任期之内 他所制定的对台政策 是不会改变的 而这个对台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在这个框架下统一台湾 这个政策 我想在习近平的任内 是不会改变的 过去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有所改变 比如说邓小平就改变了 毛泽东时代要解放台湾的这个政策 那么但是作为已经延长自己任期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不可能在他任内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而这个政策 恰恰就是跟美国的印太战略 发生了冲突 如果美国决心要保卫台湾的话 无疑就是在这个中国统一台湾的问题上 跟中国政府唱反调 那么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够解决这个两岸 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它如何恢复跟中国友好的外交关系呢 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对一份机密文件提前30年解密 我想它达到的效果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让中国政府知道 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决心要保卫台湾了 那么所以接下来美国如果要改变川普的外交政策 重新修复跟中国的外交关系的话 那么美中两国在所有的谈判当中必然要触及到这个问题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美中两国签署的817公报 签署了817公报之后 里根回来受到了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压力 又写下了一个六点保证 这个六点保证是偷偷的收在柜筒里面 中国政府是不知道的 后来知不知道一回事 但是当初中国政府是不知道的 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以为817公报签署之后 美国会停止向台湾售卖武器 那么这种放在柜筒里边的机密文件 可以令到一个政府在实行它的外交政策的时候 可以悄悄的改变过去一些做法 但是现在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公布之后 等于全世界包括中国政府都知道了 那么所以下次拜登如果再带着笑脸到中国访问 说我们可以修复友好的外交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建立战略同盟的时候 中国政府就会问拜登 那么请问你们国家的印太战略 必然要保卫台湾这一点有改动吗 如果没改动的话 你弹劾跟我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呢 弹劾修复中美两国的关系呢 但是拜登如果要悄悄的 把美国的印太战略保卫台湾这一点改变 现在也做不到了 因为这个文件已经公布了 如果拜登要改变的话 必须公开的改变这个政策 而拜登一旦公开改变这个政策 拜登为了讨好中国 牺牲美国的利益 牺牲美国的战略利益 牺牲台湾就成了一个已经被预先张扬的阴谋了 所以拜登下次如果真想实现这个阴谋的时候 恐怕难度就会大得多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在川普政府只有不到十天就要下台的时候 突然提前三十年解密这个文件 那我们要问的是 这仅仅是川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吗 刚才我们说了 美国这个印太战略 是由美国联邦官僚体系当中的很多个部门 共同制定出来的 那么现在公布这个文件 我个人认为 这是华盛顿官僚体系跟川普政府合作演的一个双簧 因为首先这个华盛顿官僚体系 能够制定出这样一份文件 说明在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上 华盛顿官僚体系跟川普是有高度一致的 虽然华盛顿官僚体系有很多外交政策 不满意川普的所作所为 但是我们看到最起码在这一点上 川普跟华盛顿官僚体系是一致的 那么现在这份文件公布了 等于告诉拜登说 你不要轻易的改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关系 那么所以川普主义继续会在美国的外交领域继续存在 哪怕拜登真是想改变川普的外交政策 甚至彻底改变川普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拜登恐怕也要考虑一下 华盛顿官僚体系会怎么样对待他 之前修杰讲过多次了 华盛顿官僚体系这个利益团体 他们过去是怎么样约束川普的 同样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他们也会约束拜登 拜登如果因为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关系 想彻底改变川普过去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那么华盛顿官僚体系必然就成为拜登的一个障碍 拜登能够跨过这个障碍吗 拜登敢跨过这个障碍吗 不要忘记了 华盛顿官僚体系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 就是美国的司法体系 美国的执法体系 我个人相信 现在美国的司法体系 已经完全掌握了拜登家族的犯对证据 特别是他儿子亨特拜登的犯罪证据 因为这个证据太容易掌握了 那几台电脑再加上相关的证人 很容易就形成一个确凿的证据 只不过这个官僚体系 这个执法系统 现在不把这东西拿出来而已 如果拜登未来不听从 华盛顿官僚体系的这个约束 那么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某一个媒体 突然公布了拜登家族的贪腐证据 那么到那个时候 拜登是面临弹劾呢 还是面临宪法第25修正案的罢免呢 那么只有拜登自己知道了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新闻可以看出 现在拜登没有上台之前 已经受到了各方的压力 更不要说拜登在组建人士团队的时候 民主党内部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所以基于我们以上分享的新闻 休节个人判断 拜登如果想彻底让川普主义 在他的政府当中 在美国的内外政策当中消失 恐怕拜登个人做不到这一点 他的政府也做不到 那么所谓的川普主义是什么呢 其实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话题 这两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在问 川普主义我个人觉得很简单 什么是川普主义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么如何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呢 就是美国优先 而拜登上台之后 他一定会在很多方面 破坏了美国优先这个原则 虽然有些事情 他不得不按川普的内外政策去做 但是拜登最终是会破坏 美国优先这个大的政策 因为拜登政策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全球一体化 所以我个人认为 拜登政府在接下来的施政当中 一定是一个充满了矛盾 充满了挫败的政府 那么如果拜登是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话 大家还觉得 因为这是民主党用作弊的手段 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 从此民主党就可以在美国一党独大 从此民主党就可以在美国建立 它独裁统治吗 我个人认为 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所以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当中 有很多制衡的因素 所以美国选民还会在今后的选举当中 用自己的选票来改变美国的政据 面对今天总统大选当中 出现种种这么多令我们愤怒 令我们失望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放弃手中的选票 在今后的大选当中 我们其实应该更加热情的投入到选举 这样才会令到美国的民主制度 不被彻底的破坏 如果因为2020的大选当中 出现了这么多舞弊跟违宪的行为 我们就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彻底的失望了 甚至号召说用武力来推翻这个政府 来改变2020总统大选的结果 这才是对民主制度最大的破坏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同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谢谢大家